在繁忙的珊瑚城市Korovic 有一只名叫Sharpy的牙刷超级英雄 在深蓝的海底巡逻 Sharpy不仅以他洁白的牙齿而闻名 还因他对口腔卫生的坚持而备受尊敬 他的任务是确保所有海洋居民都能拥有健康的牙齿 因此他常常在海底学校中举办讲座 教导年轻的鱼类如何正确刷牙 Sharpy配备着特制的牙刷三叉戟和泡沫牙膏披风 他游往珊瑚礁 清除了海洋中的蛀牙坏人 他以创意和幽默来鼓励大家 使刷牙变得有趣 这让海底居民都乐于效仿他 成为口腔卫生的拥护者 然而 他的宿敌 Black Pirate牙军班海盗 总是在计划新阴谋 试图让蛀牙回归 这位海盗专门偷窃甜食和不刷牙的小孩们的牙齿 让他们陷入痛苦 Sharpy不仅要保护他们的牙齿 还要教育他们正确的口腔护理 Sharpy和Black Pirate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 但Sharpy的口腔智慧总是胜出 使海盗深感绝望 这位牙刷超级英雄在Coralville享有崇高的地位 并成为年轻一代的偶像 激励他们追求健康的牙齿 多亏了Sharpy的英勇努力 Coralville的水下世界闪耀着健康的微笑 即使是最凶猛的海洋怪兽也拥有最闪亮的牙齿 而Sharpy将继续巡逻 为口腔卫生而奋斗 保护Coralville的每一个笑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 Sharpy成为Coralville城市的一位传奇 他的努力不仅限于口腔卫生 而是涵盖了整个海洋的健康议题 他与其他海洋生物合作 推动了水质清洁运动 并积极参与了海洋保护活动 确保珊瑚礁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Coralville市的居民都受到Sharpy的启发 他们成立了一个志愿者团队 致力于保护他们的美丽城市 每年 他们举办一个名为Sharpy Smile Day的节庆 庆祝Sharpy的贡献 并提醒大家关注海洋的健康 随着Sharpy的知名度不断扩大 他的冒险也愈发令人振奋 他与其他超级英雄 如Dolphin Defender海豚捍卫者 和Seahorse Saber海马拯救者 结成了一个名为Ocean Guardians的联盟 以保护全球的海洋 然而 这个故事的顶点是当Sharpy 发现一个古老的传说 关于一个失落的神秘海底宝藏 拥有力量可以修复受损的海洋 Sharpy决定开始寻找这个宝藏 以实现他对海洋的更大使命 这次冒险不仅会考验他的英雄精神 还会揭示出更多关于Coreville的秘密 和海洋的神奇之处 随着Sharpy的冒险继续 他将不断面临挑战 但他的坚定决心和对海洋的爱将 推动他继续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超级英雄 继续为全球海洋的健康而努力 而Coreville城市的居民将继续受到他的激励 走在保护自然之路上 Sharpy寻找传说中的水底宝藏的探险 是一场史诗集的冒险 手握宝藏地图 他踏上了一段穿越深海海沟和未知领域的里程 在这个过程中 他遇到了新的盟友 面对了强大的挑战 在旅途中 Sharpy遇到了一只智慧的老海龟 名叫Tidal 他成为了Sharpy值得信赖的导师 并分享了有关海洋过去的古老故事 他们一起解读迷样的线索和谜语 将他们带进了隐藏宝藏的地点 与此同时 Black Pirate知晓Sharpy的寻宝任务 策划了一个计划 以窃取宝藏并将其力量用于邪恶的目的 他集结了一对牙齿不端正的助手 加入了他的行动 形成了Sharpy和他新交的朋友之间的一场时间竞赛 随着旅程的高潮临近 Sharpy和他的盟友来到了传说中的宝藏地点 他位于一个水下洞穴内 镶嵌着像宝石一样闪烁的珊瑚形态 这个宝藏一个闪烁着金色的牙齿形状护身符 拥有治愈和恢复海洋健康的能力 Sharpy和Black Pirate之间的最终对绝随之展开 他们为了宝藏的控制而战 最终Sharpy对口腔卫生的坚持和他对海洋的爱战胜的一切 他使用护身符的力量来治愈海洋 恢复了他的活力和美丽 随着海洋健康的恢复 Korovil及其居民如今蓬勃发展 Sharpy的声誉达到了新的高度 他作为超级英雄和海洋守护者的遗产 被铭记在历史的边缅史中 Korovil水下城市始终是希望之光 提醒着每个人 即使他们的技能或使命有多独特 也可以对世界的福祉产生涟漪效应 因此 Sharpy的冒险继续 他将以更新的使命巡逻海洋 确保有关良好口腔卫生和环境管理的教训代代相传 他的故事提醒着每个人 每个个体都可以起到作用 无论他们的技能或使命有多独特 当Sharpy把宝藏护身符的力量用于恢复海洋健康后 Korovil的水下世界焕然一新 珊瑚礁重现光彩 海洋生物的数量和多样性大大增加 令人惊叹的美景恢复到了他们以前的辉煌 而Sharpy成为了更加崇高的传奇 他的形象和名声在全球的水下城市中传播开来